首先進行8801 108年度勾私有文化資產補助案 經常累積資本的補助金貝貸的資訊 抱歉 首先宣讀前一次的114次會議記錄 看我確認 宣讀會議記錄第114次會議記錄 113次會議記錄有修正 結論 1. 審議案1. 新營區國父紀念館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修正事項如下 1. 古今指定理由2. 國父紀念館為台灣光復後具代表性的公共建築之一 為二占號台灣現代建築史發展過程至經典作品 身處二占號文字 2. 會議結論3. 有關國父紀念館綠著土地所在監獲堂有相關工程 2. 會避免遮蔽古基本體 將透過知識設計水智管制方式規範 3. 經委員建議該聯儀在維斯法第38條中列明 不需於結論重複 不本項刪除 2. 其同意備查 報告案1. 指瞎設定古今南港台電倉庫庫旁 新建工程設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 規定報告案 結論1. 指瞎設定古今南港台電倉庫庫旁 公共住宅工程 南港區域成段三小段五四五第一號等八筆土地部分 1. 問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索列有破壞古基之完整 這在其問號或阻塞其關乱通道之餘 同意備查 2. 請開發單位後續減送公共住宅建築量體及外觀設計 等相關資料並同古基監測及保護計畫與文化局審查 2. 指瞎設定古今北投臺灣銀行就宿設行 新建工程設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1. 指瞎市民古今北投臺灣銀行就宿設行新建工程 北投區新民段四小段A37等無敵土地 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索列有破壞古基之完整 遮蓋其問號或阻塞其關乱通道之餘同意備查 2. 請開發單位續一審查會議修正古基監測及保護計畫 由二舉審查或是進去執行 水利案案1. 指瞎市民古今官英禪堂古今定住土地範圍水利案 結論 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基於日治時期東河城市參拜動線屬南北下 且中正段1小段44031地號 土地於日治時期為台北中學 基態的中學使用 分屬官英禪堂所有 故不納入該地號 法案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1. 同意併分直轄市民古今官英禪堂 定住土地範圍之面及地號 變更通道事項其委員參與 2. 法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古今指定及廢止審查案法 辦理後續事宜 3. 直轄市民古今官英禪堂西特土地 中正段1小段440-31地號 未來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 請國立台灣大學保留本古今至曹洞宗大等山 台灣連任中樓直通道 同時與四方妥善溝通 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辦理 2. 萬華區康定路100-102-104-106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安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同意決議如下 1. 萬華區康定路100-102-104-106號 古今文化資產價值不指定古蹟 不登陸歷史建築 2. 有關康定路102-104-106號 建物例面及其樓置保存 建議後續納入都市盛計審議程序 3. 中正區台大醫院就職 牙科研究大樓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1. 同意擴大直轄市立古蹟 台大醫院就管範圍並補充種類 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並跟公報事項請委員參閱 2. 本案依據跨資產保存法 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辦理後續事宜 案4. 內部區情侵局人成為 早公務將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1. 同意指定內部區情侵局人成為 早公務將為直轄市立古蹟 指定理由請委員參閱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普及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辦理後續事宜 3. 內部區地不斷二小段662D號 司辦以保存範圍面積兩側後 依實際兩側面積進行辦理 憲論公告事宜 案5. 萬華區國立台北護理大 健康大學程區部學生宿舍及文教大門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1. 同意指定萬華區國立台北護理 健康大學程區部文教大文 直轄市立古蹟 這個案子因為上次的提案單 文字有一點固執 我們這次修正了公告的理由 登入了種類和指定的理由 及其法例依據 也請委員參閱確認 2.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程區部學生宿舍 不至文化資產價值 不指定古蹟不登入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3.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古蹟指定及廢紙審查 補助辦法辦以後續事宜 案6. 萬華區廣州街67號龍山遊局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1. 同意登入萬華區廣州街67號龍山遊局為歷史建築 登入理由請委員參閱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價值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入對職審查及 輔助辦法辦以後續事宜 案7. 直下市並古蹟三景物場 出智慧社就像古蹟本體基建築土地範圍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致同意決議如下 1. 同意變更直轄市並古蹟 甘景物場知識會設就像 古蹟土地及其所定住土地 範圍並補充種類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許 變更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 拜法辦理後續事宜 案8. 歷史建築南京西路239項14號電屋 歷史建築本體表為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 並由出席委員致決議同意如下 1. 同意變更南京西路239項14號電屋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住土地範圍 之面積及地號 變更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等 登陸廢局審查及輔助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案9. 直下市立古蹟支山延會濟工 設置無障礙電梯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規定審議案 結論 1. 針對上山方案 請提案單位再與居民溝通 2. 請提案單位針對視覺景觀點補充修正 並由專案小組審查後再提會討論 按時中正區亞洲水泥大樓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 後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1. 同意登陸中正區亞洲水泥大樓為歷史建築 登陸旅遊其事項請委員參閱 2.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 登陸廢址審查及輔助辦法代理後續事宜 以上會議記錄行委員確認 報告案第108年度公司有文化資產補助案 經常民進資本門補助經費代理情形 本案為第一階段申請 國有文化資產經常門 歷史建築 延山新生 調查研究修復再利用計劃 補助額度以60萬元為上限 市定古記總督 股門業事業所分寸部 修復再利用計劃 補助經費以19萬5千元為上限 私有文化財產經常門 市定古記錦南基督長老教會 主日學校修復季宣教中心興建工程影像紀錄 補助經費以112萬元為上限 大陸神經對建電舞 民度展示季講座 與網站建設系列活動 補助經費以65萬元為上限 補助經費以65萬元為上限 補助經費以38萬元為上限 補助經費以38萬元為上限 歷史建築 南京新路230項4號電屋 管理維護及文化財利用計劃 補助經費以80萬元為上限 私有文化資產之本能 市定古記一方居 補錯屋底修工程第二期 補助經費以400萬元為上限 市定古記蒙甲居順將居廟 第三取收工程 補助經費以700萬元為上限 市定古記朝北醫院整體修工程第二期 補助經費以1000萬元為上限 市定古記陳德新唐整體修復期 周邊附屬設施環境整備計劃 佔助補助 市定古記萬華引載108年度修善工程 佔助補助 歷史建築 南京新路239項14號 修復期再利用緊急工程 補助經費以80萬為10號限 前建金合併補助案 應於簽訂行政契約後方德辦理發報作業 如應募於108年5月31日至 仍無具體成效 緣合定金額本局的市情節輕重撤銷廢職 或納入後續年度領庫 本次經營分配後 國有文化資產經常門餘額10萬5千元 資本門餘額360萬元 四六文化資產經常門餘額55萬元 資本門餘額320萬元 考量本局補助經費有限 明年度起針對補助案審查標準 將考量因素質優先制定評定評分表 供委員參考申請 令若申請案件已具備通過這項關計畫 如應應計畫設計書圖等 優先輔導提報文化部文資局申請補助 sellingicksー言辰 彌輾 grand 領請同一廢查 tied 前述核遞補助結果 分配結果將公布類維持網站 такие 說奇葵也ätzen 詢問 她7.99 縮起 指使 Frage 這個 請 CU 確定 額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推薦 報告案2 直轄市令古籍總督府第二師範學校大禮堂 歷史建築就總督府第二師範學校小史市及辯鎖防新建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四條規定報告案 請說來 總督府第二師範學校大禮堂 總督府第二師範學校小史市及辯鎖於97年5月27日 公告為直轄市令古籍及歷史建築 法庫建設五分有限公司 辦理不施根西岸建建工程 因應盡前開古籍史建築 依文資法第三四條規定 委託陳趙勳建築士事務所提送相關計畫獲取審查 本居108年2月12日邀請文資偉雲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略以 經審查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四條所列其停止於 陳趙勳建築士事務所於108年2月18日 提送修正後報告書即監測保護計畫至本局 原則同意續送本省英會監測計畫同意備查 請委員參閱手編第三四條報告書 本案第極地形圖 興建工程座落土地為大安區取而輔斷 一段193-1號的16地圖地 本案視覺而模擬圖 委員可同步參照報告書第15頁 你辦 直下施定古基總督府第二師範學校大理堂 歷史建築總督府第二師範學校小學市集變所行建工程 會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四條所列情情之餘 提請同意備查 請開發單位一備查 均古基歷史建築監測及保護計畫 具域執行 本案一結論辦以後續 歷史建築南港煙沖基座動態保存計畫修訂 既設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四條規定到法案 請說明 本案依據文字法第三四條規定辦理 辦理情形一 歷史建築南港煙沖基座動態保存計畫 於98年8月26日 經本市文字會二次會議決議被查 跟本案有關的故事更新計畫 105年2月25日經本府合併實施在案 並請實施則以本日 104年3月6日的會議結論辦理 南港煙沖基座動態公司考量 原設計方案對歷史建築次觀染視 視角其通道影響較大 故配合修正歷史建築保存的位置跟設計 體力彰顯文化資產的價值 本局108年2月26日邀請文字委員組成 專案小組召開審議他會議 規議結論如下 1. 南港煙沖基座動態保存計畫修訂案通過 同意基座慶應制計畫所载自保存案子 2. 計畫慶應審查會有違反文資法第30條 所列規定事項 4. 檢護本案文資法第30條 報告書經文的參桌桌上的修訂保存計畫 此為本案的都市更新計畫的地基圖 目前的更新計畫已經是一片空間 準備進行更新計畫 這指的是更新計畫的航照 本張文80年代南港文篩工廠還在的時候的 航照資金文餐桌 那煙囪的位置則在我們圖片上紅色線條圈出來的位置 此是原煙囪的一個照片 那這是本來更新方案的一個空派保存位置 跟基座展示的位置 那南港文太煙囪的修訂這個方案 空派保存的位置跟基座展示位置略有調整 那右上角這個照片是目前保存下來煙囪基座的一個照片 請文餐桌 而此上是建物的一個視覺模擬土 從東北側往西南側 此為從西北往東南側 觀看這個煙囪基座 此為從西側往東側 此上為北側往南側請文餐桌 禮拜一 歷史建築南港煙囪基座動態保存計畫修訂版 即意識建築南港煙囪庄建建工程 為我們之法第三飼料鎖列有破壞意識建築之完整 遮蓋其外包或阻塞其官員通告之旅 您請同意備查 二 本案一絕對辦後續 警方的視頻 您請問問題 請問文館 數值得訂閱 請問文館 可以請問文館 請問文館 請問文館 請文館 請文館 請問文館 其實先前拿自己第一個 第二則從圖面上去講 因為他要奉獻一部分的面積給國法單位 那這個從哪一看 就不相信看到這個事情 他有在奉索是不是提供 這個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次審的那個過程 那其實他有兩個部分 一個舊的部分就是原先那一集 裝在後面 那這個新的那一集 他裝在前面那一集 全部如果造原稿的話 李老師認為說重新建立幹嘛造原稿 他是一個公共理書 那跟整個大樓的配品已經都已經不一樣了 那沒有必要再去把他用原稿去建回去 那他也不會再噴煙 所以那時候李老師建議他前面那一支 原稿就不要把比例都那麼高 很難看 那後面那個盡量把他那一集也把它修好 那所以對兩個比例 李老師在那個會議裡面建議他們做的調整 因為他原先的那個空間的規劃已經不是他跟他同一起的 他現在是比較窄比較長 所以他在裡面有一間正進正廳的左邊有一部分 他會介紹整區的歷史 你其他要沒錢 我沒有的話 我們就可以查一下 審議案一 台北藝術園區 台北市令美術館執新建典藏庫房及擴建案 涉及國定原生考古移植環境敏感區域考古發掘計畫 請說明 依據文字法以大調的相關文化部180月14號跟3月5號的韓式辦理 主要是美術館、美術館的部分 因為展覽集點藏庫房間不如 為了提升美術館執自有功能跟應用手續美術館的需求 所以除了在美術館執草新建典藏庫房之外 並預定在法國美術園區 威浩美台的藝術園區 那目前有兩庫的視覺基地 第一個視覺基地是北美術館執新建典藏庫房 面積大概是900多典藏公尺 然後是以得費斷一小叫1231號的視理土地為主 第二個是擴建案的基地 大概面積約6.2公斤 然後是以十周批土地為主 這個是基地範圍圖 紅色的區域是那個典藏庫房的基地位置 黃色的部分是北美館擴建案的基地位置 那左上方的話就是他臨近我們這個 國庭執原廂考古椅子的指定範圍 那今天這個兩庫基地是因為臨近這個考古椅子的範圍 所以經過國庭考古椅子的主管機關文化部 是涵庫本案的兩個基地 因為他不是屬於移植範圍內 所以屬於環境敏感區域 所以相關的考古發掘計畫是由存局審查 那這兩個基地視覺計畫主要是由北美館 跟文化局委託承擔考古研究所執行 那視覺的計畫概述如下 那個新建點堂庫房案基地 總共要視覺兩公尺乘兩公尺碳分6柱 那視覺面積約24.2公尺 那那個擴建案基地的部分 那經過2月12號的現刊之後 除了進化比比字形方式規劃之外 然後調整坑位 那預計視覺兩公尺乘兩公尺的碳坑共14處 視覺面積約56平方公尺 那本案應該都歸屬連續性發掘 發掘期間將自核准發掘日期三個月內完成 那紅龍本局在2月20號 邀請陳馬琳委員跟陳光竹委員 然後召開這個典藏庫房考古視覺的整法會議 然後3月4號也續邀請兩位委員資外 還有趙慶忠委員來召開擴建案的視覺審查 那結論就是請提案單位依據委員意見修正 並減送修正版的計畫 續送本文審議會審議 那這個是庫房點頭創記地的6處探坑的位置示意 這是探坑位置的示意圖 那這個是擴建案基地的大概約14 一共有14處的探坑位置 這個是探坑位置的示意圖 那你辦本案提請本審議會審查 並請申請單位依審查決議 接近一半一八九作業 那就跟這請 陳大理 我們進來請陳大理 謝謝 各位委員 就是因為今天很特別 我們的委員會裡面 只有我一個是考古的專家 所以特別請了兩位 另外兩位考古的專家來審這個案子 那這是兩個案子 可是因為性質非常的相近 而且目的也一樣 都是做評估 那這個評估是因為 它距離原山遺址的範圍非常的近 但是為什麼分兩個案子呢 因為是委託的單位不一樣 一個是大基地是文化局 那小基地是由美術法委託 所以應該分兩案還先前 可是內容進步一樣 所以我就把兩個 因為時間要等 我就把兩個報告合在一起 他們下一張 所以我就一二兩張 因為這個內容都是 我們委員會比較少審到這個 遺址判決的審查 那這個內容基本上都是 我們掌規規定的項目 十二項 然後三大項 然後第二大項發覺計畫書裡面有十二項 好 下一項 我就一一跟大家說明 因為剛剛那個 陳曼同仁說得很清楚 這兩個為什麼要做 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市立美術館 希望能夠做首都美術館的時候 它的面積跟點長度 管不足的問題必須要解決 那只能在這個四美館的旁邊 它自己的停車場 蓋一個地下的庫房 因為無法蓋地上庫房 只能蓋地下庫房 然後在這個大基地 是因為我們要蓋二美館 所以二美館已經討論了很多年 但是二美館跟這個庫房的基地 都在園山遺址周邊的敏感區範圍 它不在這個園山遺址的範圍 所以我們很清楚的已經請文字局表示了一些文字局說 這個是我們台北市自己審就好 好 下一項 那這裡面是在介紹園山遺址的內容 還有介紹 我用兩個紅字是 就是新縣臉堂庫房和北美二館 我簡稱就是這樣 然後它裡面就是要寫計畫主持人是誰 然後他的資歷是很好 下一張 因為主持人就是我 我現在借調成大堂鼓研究所擔任教授 然後因為他當主管 所以只能借 不能合併 現場發覺常駐的堂鼓人員 這是規定還有兩個 好 兩個董宥子女士跟蔣秉珍女士 兩位都是堂鼓所所聘的專任助理 由所來聘的專任助理 其中的董宥子女士 是在英國念的博士學位 到現在是博士候選人 她是台灣唯一一個認真去念 遺址管理跟維護的博士學位的學生 然後蔣秉珍女士是進南大學的人類學 當時的人類研究所 現在已經是東南亞系人類研究所的碩士班畢業 好 下一張 遺址的基本資料 這個因為請大家看這個內容 因為資料很多 我就不細的說明 因為時間也不足 那為什麼要評估呢 其實它就是因為離我們 所知道的原廚遺址非常近 有一個基地是只有30幾公尺 然後過房的基地是只有100多公尺 所以大致上我們把它在250公尺的範圍內 我們都做研究跟評估看看它到底會不會影響 好 下一張 那整個計劃的進退呢 兩個進退 我又沒有辦法合在一起 這是兩個案子 所以我就分開列 那出審的時候那個陳光祖委員問我說 為什麼經費要那麼高 那我最近請人家去估這個點景的費用 全部的費用加上去點景不夠 點景不夠 光點景一向就不夠 所以我想陳先生大概不知道 這個地方是必須要做點景抽水 才能夠做考古發覺 我們已經找廠商去估 但是很勉強很勉強 就是我們所羅列的經費 這是很困難的 然後下一張是新建庫房 就是六個坑跟加一個比較多的坑 兩個碳坑 那就每一個碳坑 按照圓山遺址過往 在1998年 我隨同黃志祥教授發掘的時候 所得到的所有碳坑的深度 至少都在兩公尺半到三公尺半之間 也就是平均三公尺 尤其是離我們最近的在九成縣旁邊的碳坑 發掘的深度是三公尺以上 所以這個附近大概發掘的深度 恐怕三公尺是跑不掉的 那三公尺在台北本地不抽水 或者是不做點景 基本上沒有辦法做發掘 好 下一張 那整個發掘期限 這個因為時間非常的趕 那大家都知道那個 市長在四月份想要知道一點點 這個二美碼到底上面也沒有文化資產 那所以我會先處理這個 二美碼這個圖上面很清楚 好 這就是二美碼的規劃圖 就規劃圖了 那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上 你 這個是九成縣 你九成縣最近的這個碳坑呢 我們會先發掘 然後對角再發掘一個坑 然後再發掘一個坑 再發掘一個坑 這四個坑一對角發掘以後 大概可以勉強理解這整個基地的狀況 然後再按照系統化的抽樣去抽 所有的坑跟做複融的坑 然後來理解整個到底有沒有影響 那這個是我們的延區規劃的示意圖 是文化局提供的 因為我們也太知道最後決定的規劃圖是怎樣 好 下一個 那這個是我們想要放在這裡的某些 基本上園區規劃哪些東西 應該放哪裡哪些東西 月光平台然後下沉的廣場 這些東西基本上都是現在出的規劃 我也覺得不一定將來 發掘了以後會建議 大家這個角度儘量不要用 也許會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也不一定 好 下一個 那這是我們的系統化的抽樣 是根據大家會刊的結果以後 做了一點點系統化的抽樣 這個綠色縣是圓山移植的範圍 所以我們在這裡離它 只隔一個中間北路 這裡只隔一個九層間 那距離非常的近 所以我們自己要求自己一定要做 台北市政府自己要求自己 那系統化的抽樣為什麼沒有完全能夠 系統化的抽樣呢 因為完全系統化的抽樣會抽到房子裡面 現代有的房子裡面或非常硬的地面 我們要去拆探牌 那這樣是不對的 我們跟這個公園路燈管理處 會看了以後我們做了局部的調整 但是仍然可以看得到它跟我們的需求是符合的 那這兩邊跟遺址最近的地方 我們做了兩個探坑的規劃 可是這一探坑的規劃 很可能按照公園路燈管理處的建議 是說可能會碰到地下的管件 叫我們要小心 好 下一張 我們再看看這個是基地的地基圖 我們都把它找出來 下一張都是文化局提供的 然後再過來就是庫房 而這個是橫過來放的 就是南北向的 因為泡部分的關係把它橫過來放 這選了六個點來做視覺 那這個庫房因為位在停車場跟我們美術館 要產染的時候車子的動線上面 所以我們必須要跟美術館配合得非常好 尤其是車子動線影響最大的 這個地下道出口的這個坑 我們發覺的時候 要完全配合美術館那段時間 沒有車子的進出 然後我們要立刻把它做完 抽樣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好 下一張 那這個是 就是我們現在的美術館 就是這塊紅色的基地 我們佈設 停車場導致美術館很幫我們忙 就是基本上按照比較系統化的抽樣原則做 只有一個坑就是那個 要下那個地下道的那個坑 要下地下市那個坑 展覽要用的那個通道 我們沒有辦法遇到那個通道 所以我們把它移到邊邊去發覺 那事實上已經跟這個大基地 就已經黏在一起了 好 下一張 那這個剛剛有報告過 我不是零星星發覺 這個遺址申請記錄請大家看很複雜 因為這是台灣最早發現的遺址之一 好 下一張 那接著是要出土遺物的保管跟文物清化 這個沒有問題 承擔有博物館的 考古所自己也有很好的場域 請大家看資料 然後這個就是遺址的申請資料 所以大家都能夠理解 剛剛也都放得很清楚 好 下一張 那這個就是我們去會通的時候的照片 好 再下一張 那應該就到這個地方 這個是停車場的照片 好 下一張 那現在都是有在使用的 我們去做的時候 安全措施會做得非常好 因為停車場會有停車場的問題 然後公園會有公園的問題 好 下一張 那這是我個人的資料 請大家參考 下一張 然後接著 這個都是規定要做的鎖的資料 我們所有六個專頁老師 兩個都定的老師 好 謝謝大家 陳如剛才有一場委員講的 他因為是這個案子的計畫主持人 所以在會審議的時候 必須要迴避 那因為他是我們唯一的 高品移植的專家 對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了 當時審查這個案子的 陳鋒竹教授跟陳馬鈴教授 兩位到現場可以來一起討論 以上簡單說明 我簡單說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跟陳鋒竹教授 稍微上了一下五秒鐘 就跟我發言 我們先說一下 這個案子其實非常單純 對於文化資產界裡面 考古力士的受開發行為的影響 他所不需要其實做的一些工作 其實是這個例行性的工作 那我大概把我的幾個意見跟大家說一下 那第一個 這個是例行性的工作 那兩個計畫的委託單位 已經依照公司法規定 提出了一直發掘生意書 以及一直發掘計畫書 那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這個遺址發掘單位 陳大的考古研究所 是符合遺址發掘資格條件的辦法 第四條 第五條的全部機構 那主持人是 李立昌教授 是符合這個辦法 第四條的資格的 那個遺址發掘考古書家 所以他們的資格條件都沒有問題 那第三個 因為這個案子 這兩個案子在之前 就是已經經過 報紙 召開了專案小組來討論 那在會上 我以及陳毛林教授 以及趙經理教授 都有提出了一些修正意見 那這些修正意見 如果能夠在後來的 或是寫各種書件中的反應 那我們沒有其他的 進步的理解 那再來還有一點 必須要提醒我們 文字神議 就是我們文字神議的大會 就是一直發掘 我們事先不可預期的一些結果 如果說發掘出的一些重量的遺憾 那不管是發生了 或是重量的遺跡現象的話 那可能就會對我們的一些工程建設 開發行為會造成一些限制 那當時到時候可能會有 文法新建 這個文法新建 可能會必須要更改 工程設計 那也有可能就必須要成就 或是監幹 或是其他 各種可能性 在這裡 就先提醒我們的神議大會 那 因為我們兩位都是 因為這個案子 受文化絕約 其任同的委託 主婦 我們在這裡 13歲的練習延伸 所以這個案子審查過後 我們就會一起 謝謝大家